今天我們要來瞄點畫指數函數的圖形 畫完圖之後來觀察他們有哪一些重要的特徵 這樣可以嗎 然後會告訴你一些重要的東西 首先同學你先看到這邊 你可以直接翻到76頁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會讓你找一個空白的地方來做圖 來y等於f等於a等於x次方 這個稱為叫指數函數 同學應該知道所謂的函數就是兩個集合之間元素的一種什麼東西 對應關係嘛 所以來你看喔 給定x對不對 是不是會有一個唯一的a等x次方來跟它做對應 這是一種對應關係對吧 我經常講一個比喻 欸怎麼了 是不是有人叫我 沒有沒有叫我 我說我換聽嗎 來 沒事 我經常講一個比喻喔 來這個座號 凡數是一台機器嘛 然後 把座號輸入這台機器可以得到某個同學的什麼東西呢 體重 座號跟體重喔 它就是一種我認為是很棒的比喻 沒有 都要問你如果我輸入一號同學 誒 他的體重是不是又跑出來 一號同學是誰 喔好對 那這可能是30幾公斤 然後珠五十零 你懂那個感覺 屁啦 喔30 不然40公斤好不好 屁啦 然後我問你喔 輸入一個座號是不是只會跑出一個體重 對 不會輸入一個座號跑出兩個體重 或者沒有跑出體重 除非這台機器壞掉 那有沒有可能輸入不同的座號 跑出相同的體重 有可能 所以凡數1對1 或者多對1喔 我認為用座號跟體重的這種對應關係來形容 其實蠻貼切的對不對 好 那現在我們還是複習一下喔 這是一個 這叫指數凡數對不對 欸 請問你這個x 我們等一下在取的時候 這個x是什麼東西 它是我們的變數喔 這個x要取什麼東西 任意的時數 對不對 要能夠取任意的real number 然後請問 我們的底數A有沒有什麼限制 在指數凡數裡面 這個底數A的限制非常重要 底數一定要怎麼樣 大於0 然後這個底數一定要怎麼樣 不等於1 解釋一下為什麼不考慮1的情況 在上次教過為什麼 因為突然怎麼樣 對 當A等於1的時候 這是一個不值得討論的問題 它的圖形是一條水平線 這有什麼好討論的對不對 那為什麼A一定要大於0 A小於等於0 A是負的 難道不行嗎 當然不行啊 你知道為什麼嗎 如果A是負的 譬如說 A是多少 負3 對吧 那你的次方 如果這裡取一個5理數 叫做更號5 請問你 這個東西是不是實數 這根本不是實數啊 對不對 你的次方是5理數的時候 你的底數一定要怎麼樣 你這個底數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大於0 對吧 我們之前是不是有講過 那數線上有幾個5理數我問 我們線多個啊 密密麻麻的 對不對 所以你的底數小於0 這個東西根本就 根本就不在我們現在要考慮的範圍嘛 所以我們在考慮所謂的指數函數 你一定要記得 底數大於0 底數不檔於1 好來我們的開場白條到這邊 那我們今天準備要來秒頂畫圖形 76月 來同學你看到76月 是不是有一個隨堂練習 那個隨堂練習 他已經幫你把座標軸架好 等一下你的圖就畫在上面 有沒有聽到 等一下你的圖就直接畫在上面 而且拜託你要畫標準的圖形 來我們一次畫三個圖喔 我要畫哪三個圖呢 跟著寫y等於2的x次方 y等於3的x次方 還有y等於4的x次方 我一次要把這三個圖畫出來 來寫在空白的地方 跟著我寫快點 好 我們畫圖依然是秒點喔 好 來我們這個慢慢來齁 x然後我們就秒五個點就好 -2 -1 -1 -1 跟著我一起做喔 2 我們要畫三個圖嘛 一個是2的x次方的圖 來一個是y等於3的x次方的圖 我現在考慮的是底數比1大的情況 知道嗎 底數比1大 我找二三次 這樣可以齁 4的x次方的圖 來請你把這個表格 畫在你課本空白的地方 好 來我們等一下一起來 畫圖齁 這慢慢揪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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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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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2的0次方是多少 1 想清楚再回答,2的0次方是1 3的0次方是1 4的0次方還是1 而且我有定義過 這個0次方我可不是說把它當成規定他媽給我記起來 不是喔 你應該知道為什麼0次方規定成1吧 不然我之前那個白講的對不對 所以你應該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喔 這三個圖形其實他們都通過一個定點叫做誰 叫做0.1 這是它的一個重要特徵 我們等一下畫出來就知道 來,那我們把剩下的格子填完喔 2的-2次方是誰,講出來 對,4分之1 欸,這要想那麼久喔 來 2的-1次方是誰 2分之1 填上去喔 2的1次方,2 2的平方4,來快一點喔 來,3的-2次方 9分之1 對嘛 3的-1次方 3的-1 對喔 3的1次方1 3的平方 3的平方 對不起,3的1次方3 3的平方9 來,那這裡是多少 16分之1 16分之1 4分之1 然後這個是4 這個是16 好,等你把它填完 高中生還是在秒點喔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準備好點一種顏色的比 我們先來畫 y等於2的x次方的圖形 來,我們看喔 它通過0度.1 所以在你的那個隨堂練習上 來,把0度.1這個點把它mark出來 它通過這一個點對不對 然後它也通過1度.2 1度.2在哪裡?1度.2在這邊 來,第二個點 一起瞄喔 來 第三個點 2度.4 2度.4 我看一下 1 2 3 4 2度.4在這邊 -1的話是1 2分之1 1 2分之1高度比較低 對不對 應該在這裡 然後 x等於-2的話是1 4分之1 所以它高度又更低 更接近x 那我問你喔 如果是-3的話是多少 8分之1 -4的話16分之1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來用一個平滑的曲線 把這些點把它連起來 在你的課本上 把這個圖形畫出來 它叫做 y等於2的x次方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只是秒點而已 第二個顏色的筆拿出來 我要畫這個交互 y等於3的x次方 一樣通過0度.1 漂亮喔 然後它會通過1度.3 1度.3比較怎麼樣 比較高 1度.3在這裡 然後再來 然後再來它會通過2-09 然後再來它會通過2-09 1-2-3-4-5-6-7-8-9 2-09在比較高的地方 來大概在這邊 這樣對嗎 這個位置有對到嗎 好像有 來-1的話是1 3分之1 1在10分之1的下面 所以它又更貼近X軸 所以你畫出來它的圖應該是大概長這樣 來不要正氣聊天 來趕快畫圖 OK 所以我這個紅色的是 y等於3的x次方 對吧 好 第三個圖 來你會覺得有點無聊對不對 我跟你講剛開始都這樣 來 y等於4的x次方 它一樣通過01 來01喔 然後接下來也是14對不對 1 2 3 4 哇14在這邊 然後再來它會通過 2多少 16 哇16有一點 太高了 可能要 算了算了 這個太高我就不畫了 然後這裡是1 4分之1 1 4分之1比1 3分之1 更怎麼樣 又更低一點對不對 所以這個 哇這樣畫這個位置有一點 已經有點那個 好 然後16分之1比1 9分之1 又更靠近X軸 所以你畫出來它的圖會長怎樣 大概是長這樣 大概 大概 這個 又是我們玉婷姐是不是 Y等於4的x次方 欸你真的很歡樂喔 我真的搞不懂 欸有沒有畫出來 有沒有畫出來 欸給你30秒 把圖給我畫出來快點 欸透過秒點喔 你數比1大的圖形 它有一些共同的特徵 我要你把它洗下來 來共同的特徵 來第一個 請你告訴我 你觀察從這些曲線 你觀察到什麼東西 他們一定怎麼樣 通過某一個定點 叫做誰 0到1 所以來寫上去 他們一定通過定點01 所以來寫上去 他們一定通過定點01 我們剛才在秒點的時候 就看出來嘛 來 第二個重點 他們有什麼共同的特徵呢 你有沒有發現 這三個曲線 整個圖形都在x軸的什麼地方 上面 對不對 來圖形都在x軸的上面 在x軸的上方 你知道專有名詞 這個稱為叫什麼嗎 在x軸之上 這種叫做橫正 來寫上去 這個稱為叫橫正 不管x等於多少帶進去 你的y永遠都大於你 好不好 整個圖形都在x軸的上方 每一個點的y坐標都是正的 新柏定知道的江頭嗎 確定喔 這可以喔 來 第三個重點 這三個圖 都是以x軸為它的什麼東西 欸 這個高一有沒有教過 其實我有點忘記 其實我有點忘記 叫做什麼線 漸進線 欸 寫上去喔 這三個圖都是以x軸為漸進線 為什麼 欸 什麼叫漸進線 誰告訴我 什麼叫漸進線 就漸進x軸 欸 我告訴你啊 高中生喔 漸進線 你就怎麼解釋呢 逐漸靠近的直線 你說老師 這個圖形有逐漸靠近x軸嗎 有沒有 有 在哪裡 在哪裡 你有沒有看到 當你的x是負的時候 這個圖形是不是 x軸越來越近 它會不會碰到x軸 不會 越來越靠近 逐漸靠近x軸 你要多靠近就可以 多靠近 只要你過左邊的話 它就會越來越靠近x軸 所以這種指數函數的圖形 它是以x軸為漸進線 應該講-x軸啦 但我們講x軸沒有關係 欸 這樣可以嗎 講到第三個重點喔 來 第四個重點 來 寫上去 底數比例大的指數函數 你有沒有發現它的圖形是什麼趨勢 右上升的趨勢 往右走 它會往上走 來 寫上去 圖形右上升 你知道所謂的右上升 它的專業名詞是什麼意思嗎 叫做地震 這個概念叫做地震 欸 寫一下喔 等你喔 它是地震喔 這樣可以喔 欸 你知道地震是什麼意思嗎 地震就是S越大 Y會怎麼樣 Y也越大 來 寫一下好了 簡單來講地震就是S越大 歪越大 對吧 觀察的圖形有看到對不對 好 接下來第五個 非常重要 這個第五個 我要換個不同顏色的筆來寫 請你特別注意